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 不应该是亲朋 我们都不该死 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 我们都应该好好地活着 求学姐 让我加入你们吧 我跟你们一起战斗 杀鬼子 好 属下无能 让将军受伤了 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牧的失职 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太小看尖锋了 怎么样 他们的身份都查清楚了没 查清楚了 被击中的人叫程庆红 她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尖锋的成员之一 至于其他的人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林牧君 不要急 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准备怎么样了 阿玉姐和清清在陪着她 应该没事 兰敏呢 哭累了睡着了 清红的死 她很内疚 很自责 她是个好姑娘 只是仇恨太深 太冲动了 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兰敏想加入组织 我同意了 好 我没有意见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将军 戴彩霞 他已经跟着尖锋离开了 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我们得尽快帮助他取得他们的信任 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 就命令贞纪队和便衣队合并 由吴宝珊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贞汉璋那里 你安排一下 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但是德川将军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能否让贞汉璋在天津多待几天 你要做什么 这次尖锋的行动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 再来找贞汉璋的麻烦 你是想利用贞汉璋继续引出他们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 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 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但是德川将军 这次尖锋只是死了一个成员 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 我们只有彻底地摧毁他们的战斗能力 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好吧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但是一定要保障珍汉璋的安全 港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 要知道 帝国军部很在意珍汉璋 在狼眼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林牧明白 来 这个代彩侠是什么人 他挺可怜的 无父无母 进了西班 还遇到了禽兽 我就顺手把他救了出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的身份不明 先不要让他和我们接触太多 你觉得呢 我知道 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他安排在瑞祥律社 我明天想去看一看他 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 我想等过一段时间 让阿姨姐安排一下 把他送出天津 我们也算是帮他 你想得很周到 按你说的办吧 秋学姐 阿姨姐 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怎么样 脚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一点都不疼了 快请坐 秋学姐 阿玉姐 谢谢你们啊 对了 现在外面很乱 你要记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你以前是西班的人 你在这儿安心住下 等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阿玉姐 阿玉姐 秋学姐 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是这样的 秋学姐 我能跟着你们吗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已经没有家了 也没有亲人 就算我离开了天津 又能去哪呢 我跑了出来 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 求求你们了 就让我跟着你们吧 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 我什么活都能干 蔡霞 先坐下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我知道 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 我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 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 因为我的父母 乡亲 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 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求求你们了 就让我留下来吧 这样吧 彩霞 你先把伤养好 这件事以后再说 吴队长 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 你是怎么看的 赵队长 他死得太惨了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尖锋 为赵队长报仇 为赵队长报仇 吴队长 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 德川将军 已经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编医队就并入针基队 由你来任队长 谢谢德川将军 和林牟队长的再配 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 效忠大日本帝国 很好 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 卢队长 你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从现在开始 进行全程大搜捕 搜捕兼锋 是 林牟兄 以吴宝珊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找到尖锋 没错 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尖锋 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镇虎 只是敲山镇虎 你也觉得热心 这就是敲山镇虎 还是要搞到尖锋 再给你 你也不是 不是 你只是临头 没事就好 大家都是人 都是战士 都是队友 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可他是共产党 不是我们的人 好了 不说这个了 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 你不赶紧藏起来 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珍汉张在哪儿 查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以 在哪儿 根据老深的情报 珍汉张很有可能藏在这儿 或者是这儿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一个是私人别墅 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 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 形迹可疑的人 你是说这些人 都是鬼子假扮的 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觉得 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因为这个附近 环境比较简单 又没有制高点 不利于狙击 非常适合保卫工作 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 很多鬼子的病 怎么样 你怎么看 我觉得 珍汉张会藏在这儿 静心道场 嗯 说说 你为什么会认为珍汉张会藏在这儿 直觉 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 如果我是林木 你都可以猜得到 我们趁珍汉张还在天津的时候 会再找机会行动 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 迎我们自投罗网 珍汉张的藏身之地 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 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 别墅的嫌疑更大 所以我觉得 越像的地方 就越不可能是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 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 在没有确认之前 这两个地方 我们都不能放过 这样 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 仔细地探查一下 嗯 好 来 来 我给你吹吹 好 来 再喝一杯 好 真先生 林木队长 很有兴致 看来 真先生 在这里住的还很习惯吗 林木队长 我是见命一条 活一天是一天 总得享受一下 不知道哪天 又把我当诱饵 钓到了鱼 却赔上自己 到时候 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 您说是吧 真先生 嗯 真先生 细元的事 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目前为止 只要是尖锋所定的目标 就从来没有失守过 所以说 不彻底地消灭他们 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尖锋灭掉 费了那么大的劲 补了那么大的局 到头来 要不是我命大 恐怕在你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 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分子 保证我的安全 是你的责任 对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分子 就应该不惜一切 为了帝国效力 再说了 真先生 现在不还好好的吗 你 真先生 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 对不起 别 林木队长 我可担不起 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放心吧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 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什么 再待几天 林木队长 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真先生 你误会了 误会了 真先生 尖锋还隐藏在天津城内 如果贸然转移的话 很容易暴露目标 再说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假象 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 放心吧 一旦时机成熟的话 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那最好 林木队长 我希望你不要骗我 如果你骗我 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 是你失职之罪 我累了 林木队长 请回吧 好 告辞了 你 是不是 你怎么回事 这疫迹 是从哪里过来的 应该是她的保镖 从居酒屋带回来的遗迹 德川将军有令 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所以我就没有阻拦 是我的失职 算了 这也不能全怪你 但是 你要对每个异己的身份 进行严密地核实 另外 派我们的人 严密注意到场外围 四周的动静 严查出入人员 有什么情况 随时向我汇报 你放心 我会亲自独办的 不 你不能留在这里 我们出现的地方 就会引起尖锋的怀疑 可是 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 万一郑汉章出了什么问题 那德川将军 出了问题 责任由我来担着 我现在的目标 只有尖锋 即便是 他们发现 郑汉章不在别墅的话 他们找到这里来 他们找到这里来 想要冲进道场 也需要时间 只要我们在外围 安排好暗烧 一旦发现他们 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好 行 行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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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木十分地小心 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 我怕打草惊蛇 所以跟丢了 他出来以后 把鹰木清平留在了别墅 而且我发现 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鹰木清平和林木 不是天天在一块吗 既然他留下 说明这个别墅里 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 或者东西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他一定是去见珍汉璋了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珍汉璋 那他就应该不在别墅里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还是怀疑静心倒战 那里平时只针对日本军官 和日本武士开放 本身就有日军把守 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 检查得都很严 没有证件 连大门都进不去 看得越严 查得越紧 就越说明里面 有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 不管是别墅 还是静心道场 我们都没有进去 所以 不能贸然行动 大家都别着急 我们这么猜测 也不是办法 既然不确定 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 清清 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 晚上春美区接替你 我去别墅那里 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好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 你都在这里准备东西 那也好 你们有什么情况 马上回来报告 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嗯 坐 林牧师兄 有没有想我 怎么这么几只要见我 有什么情况 还好 不过 他们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舍 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 所以 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这很正常 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 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我明白 我们知道 这个组织的教官叫廖武 女飞贼叫吴清清 使刀的叫兰敏 已经死了的叫程清红 是程明远的女儿 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 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 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 应该是负责情报的 队长叫陈秋雪 是尖锋的灵魂 她应该是共产党 详细的资料 我还没有弄到手 非常好 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 我会让情报机关 去彻查他们的情况 你不要操之过急 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 你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我会想办法 助你一臂之力 只有将尖锋的 有生力量摧毁 他们就不得不 吸收新的成员 并且掌寻他们 上级的支持 到时候 你就有机会 完成你的任务了 师兄 你应该明白 通过这几件事情 虽然他们的队伍 有所损失 可是我们的损失 更严重 这就说明 我们要提高警惕 不能小瞧了 建福 我承认 我之前 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存在 已经严重地威胁到 帝国在天津 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 不过 从现在开始 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 让你尽量地消灭他们 彻底铲除尖缝 师兄 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 这场战争里 没有男人和女人 只有敌人和对手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们亡 我们要终于 你怎么不吭声啊 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要嘴还挺硬啊 我要是特务 你早就没命了 我这是太专注了 怎么样 有情况吗 刚才有几个义记进去了 义记 义记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 惊心道场的吗 没错 我绝对没有看错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 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惊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 怎么会有义记在里面 不是 其实惊心道场 不仅仅是武馆 她还是日军军官的 休闲娱乐场所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 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 他们从惊心道场出来以后 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居酒屋 奇怪了 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义记 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我还看到送那些义记出来的 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 真汉章 有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给了我们一个前进去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真没想到 没机关的人 这么快就把尖锋的全部资料 传送过来了 这可是他们第一次 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这并不奇怪 没机关的人 一向都自视过高 没想到 他们自己的人 也在尖锋手里吃了大亏 尺一宣长一致吧 所以这一次 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只可惜 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 还好有这几张画像 不过 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没有关系 我相信 我们会和尖锋 再次见面的 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 就是上一次 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那只是一个意外 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 否则 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清平啊 你要知道 在战争中 有时候的胜利 就是看哪一方 会更幸运一点 他们都是 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 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 尖锋的上级 就是李银龙 所以 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 就在他们身上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你这个想法 倒真有点 剑走偏锋的意思 这么说 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我觉得可以 那我们上哪里去找佑儿呢 我还没想好 要不然我带清清和春梅 去外面看看 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 行 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 好一点的地方 你们看这儿行吗 这里虽然是城外 但是距离 鬼子城外的驻军 要比司令部远 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 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 林木一定会到 只要我们的行动快 在林木发掘之前 结束行动 安全策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 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少得意了 是 前面站住 别动 站住开枪了 清清 先去应付下 嗯 好 好 什么得干我 各位长官 我们是梁敏 梁敏 梁敏你们跑什么 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你们一追我们还怕 当然会跑了 挖姑娘的 不错 刚刚长得挺漂亮的 走 梁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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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姑娘那便宜你也敢占 我贴死你 别提了 我们要活的 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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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 立刻通知拆当部队和医院 马上救人 我马上就到 怎么了 乌宝山报告 在城外发现了 失踪的巡逻小队 他们身上 被人绑上了炸弹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君 不让进哪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 你们等一下 你进去问问 你们抓紧时间多加小心 不要恋战 速战速决 早些出来 放心 走 他们正好 让他们咱们 你 帮你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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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回来帝国 来来来 先来的一击 真漂亮 不错 不错 别走 要走吗 一起喝酒 喝点 笨蛋 来来来 一起喝酒 来来 喝酒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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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救命啊 救命啊 雷木队长 你看这可怎么办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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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们啊 命令你的人 封锁四周 一切可疑人员 立刻逮捕 你们给我来 是 拆弹手 立刻拆弹 快 快来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会尽力的 快 救救我们 快啊 姐 怎么样 房间太多了 根本找不过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 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 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走 怎么样 就许 咱们到现在都没出来 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着急 林牧已经着急出城 我们还有时间 再等一会儿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不要回来了 来来来来 陪我们喝两杯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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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动 你问是谁 前锋 要想活命回答我的问题 南京来的震撼杖在哪个房间 我真的不知道 志寒昭在哪儿 但是那里是高级 整会住的地方 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 能信吗 相信我吧 我的妻子还在日本等着我 我不想死在中国 呸 你不想死 你来中国干吗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 敢欺负中国人 就别想活着离开 走 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好 走 报告队长 情况怎么样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 还剩五分钟 能不能拆除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 一旦减限 有可能触发爆炸 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什么 快救救我们 快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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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我求求你救救我们 长官 放弃拆弹 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队长 可是 没时间了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放弃 长官 长官 救救我们 我不想死 长官 快走 走 快走 走 剑锋究竟想干什么 声动机析 糟了 赶紧回去 珍珠 谁叫你们来的 是真先生 请我们来演出的 真先生 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我们也是第一次 到静心道场表演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证件呢 快点 拿出来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震撼张 你还记得我吗 别杀我 别杀我 你们要什么 我都给你们 震撼张 你这次来天津 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我这次来天津 是受汪主席的委托 参加日本天皇的寿代庆典 什么交易 我不明白 你不知道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狡辩 跟这种卖国贼 大汉奸 用不着废话 他要是不配合 直接干掉他 别别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这次来天津 我来天津 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做笔交易 配合关中军把抓来的杀 劳工运往日本 套用假币 在武汉重庆 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怎么 还要狡辩 说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 汪主席只交代我 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母板 带回南京 我只知道 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狼烟计划 对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对对对 我刚才说的 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 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他都说了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不能杀我啊 来丫头 冤有头 战友主 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 当年杀你们全家人 是日本人干的 不是我啊 饶了我吧 饶了你 狗汉奸 我拦架十八口老伤 你有没有想过放过他们 拿命来吧 娘 娘 爹 娘 霓儿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别难过了 真寒张已经死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 走后我们车 怎么样 阵痕张死了 不说这么多了 快走 走 走 快 你们先走 阿玉 开车 阿玉 开车